下面我们转入第二个问题 中古时期世界历史的概冒 我们要在这个问题当中 把我们所讲的这样一个时期 世界历史的一个基本的状况介绍一下 无论是第一个问题还是第二个问题 就是我们导论中安排的这两个问题 主要的一个想法 就是说大家在学习后边的具体的内容之前 最好先有一个整体的观念 有一个整体的概念 我们有些同学可能习惯于 一下子就走到很具体的历史当中去 掌握那些具体的时间 具体的事件 接触具体的人物 你当然没有具体就没有历史 肯定最后要走到具体当中去 但是我们还需要 至少是有的时候需要走出来 需要有一些整体的概念 这样我们的头脑会更清楚 所以我们第二个问题 还是在讲宏观 相对于上古来讲 中古时期 我们所讲的这个时期 文明或者国家在地域上 地理上进一步拓展 就是说如果我们要数数 就世界上古时所讲到的国家也罢 文明也罢 有多少 我们世界中古时所讲到的文明也罢 国家也罢 有多少 如果数这个数 那么世界中古时所涉及到的文明 或者国家的数目更多一些 就是因为文明或者国家在中古时期 在地域上进一步拓展 所以我们首先碰到的就是文明的拓展 地理上的拓展 就历史内容来讲 世界中古时在地理上 不仅仅涉及到亚洲 欧洲 还涉及到美洲和非洲 非洲 我们在学习世界上古时的时候 就已经涉及到了 但那是北非 讲的是古代埃及 但是美洲没有涉及 是不是 世界上古时是不会讲到美洲的 也不会讲到撒哈拉大沙漠以南的非洲 但是就历史本身的内容来讲 世界中古史 这样一个大的地域范围都涉及到了 美洲和非洲 所以你们在读世界中古史的教材 应该说大部分教材 除了讲亚欧大陆的文明或者国家之外 也会讲到美洲大陆 讲到撒哈拉以南的非洲 所以在读到这一类内容的时候 我们同学们要形成一个观念 就是历史 文明史 发展到中古这个阶段 文明在地域上进一步拓展 不再是人类早期文明史上的几个孤岛 几个孤零零的国家 当然我刚才讲的是历史的内容 至于教学 由于课时的缘故 所以我们这一个学期的世界 中古史 讲的主体内容 还是亚欧大陆的历史 那么只是在讲到 新航路的开辟 或者叫地理大发现 这个事件的时候 才会涉及到 西方殖民者到达之前的 中南美洲的一点历史 但那也只是一个 一个很简要的一个背景的介绍 就是由于课时的缘故 所以我们讲 讲出来的主要内容 还主要是亚欧大陆 这个需要说明一下 以上是就整个世界的地域来讲的 其实就某些州的内部来看 文明也在拓展 你比如说拿欧洲来说 这一点看得也很清楚 我们学世界上古史 涉及到欧洲 先希腊后罗马 当然罗马后来是扩张了 把整个地中海 几乎变成了这个帝国的内湖 但是就欧洲本身来讲 我们涉及到的范围还是有限 但是到了世界中古史这个阶段 我们在讲到欧洲的历史的时候 涉及到的这个范围就要比较广阔了 不仅仅是西欧 还有东欧 讲到维京海盗的时候 还会涉及到一点北欧 所以所涉及到的这个地域范围 更加广阔 但我们一定要注意到一个历史发展的 不平衡性这个问题 不平衡性这个问题 正像古代世界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一样 那么中古时期 世界历史的发展也是不平衡的 不平衡的 就整个世界范围来看 亚欧大陆 包括北非 跟亚欧大陆匹连的北非这一部分 仍然处于文明发展的前列 这是就整个世界范围来讲 就亚欧大陆本身来看 各个地区的发展 就是亚欧大陆内部 不同地区的发展 也是明显的不平衡 远非同步同态 就各个地区的发展 它远远不是同步同态的 这就叫不平衡性 有先进与落后之分 如果我们把中古时期的中国和西欧 就东西方吧 做一次粗略的比较 做一个大致上的对比 那么就大体上可以得到这样一个结论 叫做落后的西方 先进的东方 只需要一个大略的比较 就可以看到这样一个结果 一个结论 落后的西方先进的东方 以下我们就大致地看一看 中古这个阶段 中国和西欧的一个历史状况 我们先看西边 先看看西欧 公元五世纪 发生了什么事件 大家都知道 西罗马帝国灭亡了 西罗馆帝国灭亡了 那么随着这样一个政治实体 的不存在 古典文明 也随之走向衰退 当然这个衰退 有一个过程 但总之是一步一步的走向衰退 随后在罗马帝国的废墟之上 就出现了一大批 蛮族亡国 出现了一大批蛮族亡国 这里的蛮族 是一个历史上的概念 这个概念 就是出自古典作家的笔下 古希腊 古罗马的作家 他也有这样一种观念 就是把生活在周边的一些民族 他认为这些民族是未开化的民族 非希腊人 非罗马人 把这样一些民族称作蛮族 所以这个概念是个历史 也就是说古希腊 古罗马的这批作家 他也有这样一种观念 这个观念有不同的概括 有一种概括叫做 我族中心主义 我族中心主义 叫做我族中心主义 就是以自我为中心 以自己所属的那样一种文化为中心 那么生活在这个中心圈之外的人 他认为是未开化的人 就这样的观念 我们从古希腊古罗马作家的作品中也可以看得到 蛮族这个概念 就是一个证明 好了 在罗马帝国 这里说的罗马主要是西罗马 西罗马帝国在公元五世纪灭亡之后 帝国的废墟上就出现了一批所谓蛮族王国 那么建立这些国家的主要的民族 就是日尔曼人 就建立这些蛮族王国的主体人群 就是日尔曼人 那么日尔曼人在当时 就是公元五世纪的时候 又是一种什么状况 他们的发展程度还不高 他们还处于从史前社会 向文明社会的过渡阶段 还处在这样一个过渡的阶段 半文明 半原始的这样一种社会状态 这样一个阶段 历史上也有一个术语 叫做军事民主主义阶段 跟你们读书 读教材 有的时候会碰到这样的术语 把一脚已经迈入文明的门槛 一脚还在这个门槛之外的 这样一种社会状态 通常就概括成叫军事民主主义阶段 而这正是公元五世纪 日尔曼人自身的一个发展水平 他们就是这样一个阶段 所以我们也就不难理解 在罗马帝国之后 起来的这些小王国 他们在经济 政治和文化诸方面 有相当长的时间都是落后的 落后于在他们之前的古典文明 所以对西欧来讲 对西欧这个地区来说 中世纪的到来 标志着我们所知道的那样一种辉煌的 古典文明的消退 标志着一种新的文明的到来 这种新的文明 通常概括成叫基督教文明 把在罗马帝国废墟之上 逐步发展起来的这样一种新的文明 不同于古典文明的这种新的文明 概括成叫基督教文明 不过大家不要从我们这里讲的内容 发生误会 认为古典文明和中世纪文明 是一刀两断的关系 二者没有什么联系 那样就误会了 或者是也许是不是我的表达有些什么问题 我刚才讲了 古典文明逐渐消退 中世纪文明开始出现 这是我们刚才讲过的话 但是这样一种说法 并不意味着这两大文明之间没有联系 它们之间并不是一刀两断的关系 应该说中世纪的基督教文明 继承了很多古典文明的遗产 这个我们在后续讲到的一些内容当中 大家会看到一些具体的东西 这里我们只是概括的讲 它接受了很多新的文明 接受了很多古典文明的遗产 你别的不讲 基督教本身不是来自古典世界吗 基督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看来老师期末没有考这个题是吧 至少在罗马帝国后期 在罗马帝国的范围里边 已经蓬勃发展起来了 而且是影响越来越大 力量越来越大 所以你如果讲遗产的话 基督教本身 不就是古典文明的一份遗产吗 它并不是中世纪带来的 所以我们还得加上这样一句话 以免误会 那就是说 古典文明和中世纪的基督教文明 二者之间有着千与万里的联系 但是 我们这里我们要讲的重点 因为我们现在是在讲世界中古史 那就是我们还是要强调 中世纪的基督教文明 它毕竟不是古典文明的延续 它受到了它多方面的影响 但这个文明就是自己 它不是古典文明的延续 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清楚 当代学者 特别是当代西方的一些学者 仍然在关注古典文明 与中世纪文明的关系 特别是罗马文明 与中世纪文明的关系 因为我们知道 从时间的顺序上来看 你吸罗马帝国之后 那就是中世纪 所以很多学者还是在关注 罗马文明与中世纪文明 到底是什么关系 那么观点是见仁见智 有很多争论 但我根据我所读到的一些材料 我愿意讲一下这样一个印象 我觉得其中的一个基本的趋势 就是当代学术 关于这个问题的一个基本的走向是这样的 较之以往 比之过去 当代学者们更多的肯定 罗马文明与中世纪文明之间的继承关系 就是以前的讲法里边 以前的书 包括西方学者界所出版的一些权威性的书 比如如果我们要读旧版的 剑桥中世纪这样的书 在读到这个内容的时候 你可能会看到 作者也是在强调 中世纪与罗马的断裂关系 但是当代学术的一个基本走向 是比过去更加强调这两大文明 就罗马文明和基督教文明之间的继承关系 这是一个基本的趋势 但尽管如此 我们看不到这一点 当然是不对的 但尽管如此 他们也还是承认 中世纪文明 毕竟不再是古典文明的延续 不是说到了中世纪 希腊罗马所代表的古典文明 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不是这个意思 中世纪毕竟还是标志着一种新的文明的到来 当然一种新的文明的形成 到发展到成熟 它需要一个过程 那么在这个过程的前期 它可能跟在它之前存在过的那样一种文明 比如说罗马文明 有更多的继承关系 但是到了它自身语意丰满 自身的特点充分表现出来的时候 你可能看到 它毕竟不再是古典文明了 这个需要我们动态的来把握 需要看这个过程 而不是抓住一点做文章 这是一个大问题 我们讲到后面有关内容的时候 如果碰到这个问题 或与此相关的内容 我们再结合着一些具体的内容来看 这个问题我们先停留在这 我们是说日耳曼人的到来 标志着古典文明的结束 标志着中世纪基督教文明的开始 而由于日耳曼人自身的一种比较落后的社会状态 使得西欧在相当长的时间 它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是比较落后的 这是我们上述讲过的一段内容 我们再来简单的说一下中国 应该说中国历史并没有出现上述那样的大起大落 中国古代历史的发展 没有上述的大起大落 秦汉所开创的 大一统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 所开创的这样一套制度 成为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一种所谓定制 虽然统治王朝更替不断 治乱交替 所以一治一乱交替出现 或者干脆就用三国演义上面的话说 喝酒必分分酒必合 但是上述的政治传统没有中断 秦汉所开创的这样一种 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制度 作为一种政治上的定制 作为一种传统并没有真正的中断 虽然在这个过程中 有政治的动荡 有社会的混乱 有统治王朝的更替 而且文化传统一脉相承 所以 中国古代文明的一个重要的特点 就是在长时间内 表现出连续性 中国古代文明的发展 有这样一个特点 连续性 那么唐宋文明 通常认为是代表了中古文明 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历史阶段的文明 所达到的高峰 所以经过以上 应该说是一个极其粗略的对比 一个极其简略的比较 我们也就不难获得上述那样一个结论 就是在中古 这样一个历史时期 应该说就是落后的西方和先进的东方 所以我们在讲后面的内容的时候 有的同学 我们网界有些同学 觉得很奇怪 怎么讲这个日尔曼王国的时候 讲的尤其是讲到他政治方面的时候 都没什么话说 没多少内容可讲 一代而过 有的同学问 他里边的制度呢 具体有哪些制度 实际上这一点 至少在某些方面 也反映了他真实的一种社会状态 我们所讲的中世纪初期的那些日尔曼王国 有的刚刚脱离部落社会不久 有的还没有完全脱离部落社会 所以他的很多所谓的制度 国王的机构 其实直接沿用的就是部落时代的机构 极其简略和粗陋 所以你们读教材的时候 有时就是 三言两语 可能有的说的也算比较多了 有的教材 大概也就写那么一两句话 就过去了 这个本身也是他的一个真实的社会状态的反应 当然某些方面也跟我们掌握的资料不足有关 这是两个方面的原因造成的 那么这个里边就会涉及到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当然本身并不属于我们教学当中必须要回答的问题 但是我想同学中一定会想到这个问题 因为你们在学习外国史的同时 在学习中国史 这个学习应该是中国古代史的下半段 所以难免同学会对中外 特别是中西在比较 我想说的是 由于历史发展的巨大差异 这个同期比较有时很危险 同期比较好像是我们的一种思维的习惯 同一时期的西欧历史状况如何 我自然就会想到同一时期的中国历史状况如何 这种习惯我们就可以叫做同期比较 同期指的是时间 同一时期 但是你拿欧洲的中世纪和中国古代的历史 特别是和中国古代历史的下半段做比较 就需要注意了 这里边有巨大的历史条件的不同 有历史差异 所以你这个同一时间的比较 有时会获得一些很令人吃惊的结论 或者说 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同期比较是很危险的 是很难进行的 有时呢 是把不可比的东西在强行做着比较 为什么 其实这个词我刚才已经写到黑板上了 因为历史发展本身 它是非同不同态 不平衡 我们刚才讲中国古代文明的发展的一个重要的特点 是较长时期内保持自身的连续性 所以文化传统一脉相承 政治传统一脉相承 但是欧洲不是这样 我们刚才讲过罗马文明与中世纪文明的那个关系 虽然前者对后者有重大的影响 但是后者就是后者 不是你前者的延续 所以这个关系大家要深入思考 在理解了上述那样一种历史前提的不同和差异之后 再做比较的时候 自己就需要提醒自己了 或者说自己在做这样思考的时候 可能自己就会给自己提出很多问题 就是说在比较的时候需要注意一些什么 这个话题说的有点远 我们拉回来 再回到我们这个课堂上的内容 以上我们是对中古时期的中国和中古时期的亚欧大陆的西端 西欧做了一个粗略的对比 以说明我们那样一个基本的结论 好 下面我们地域上再展开一点 既然是概括 这个面总要照顾到 我们看一下中古时期的西亚和北非 应该这两个地方 大家在学上古史的时候是不会陌生的 你想想上古时期的西亚 讲了多少个国家 讲了多少种文明 然后讲北非 讲古埃及 我想内容也不少 所以这两个地方 我们在学世界上古史的时候 早就接触到了 那么中古时期的西亚和北非 情况又当如何呢 应该说这个时期 当地的古文明 就是你们上古时期 学上古时期的那些文明的时候 已经接触到的那些内容 这些古文明 也是日趋消亡 在走下坡路 不再像过去那样繁荣了 但是 阿拉伯人的崛起 和阿拉伯文明的传播 在北非西亚这一带的广泛传播 使这些地区得到了振兴 就是从文明的意义上讲 使西亚和北非得到了的振兴 所以这两个地区 在中古时期 仍然是文化繁荣的地区 是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 就是用当时的标准 用中古时期的标准说 这是西亚和北非 我们有了一点印象 我们再要说到哪里 那就是南亚次大陆 这也是我们学 世界上古时的时候 熟知的一个地方 也就是古代的印度 那么我们看一看 中古时期南亚次大陆 这一块情况又当如何 这个地方 中古时期 政治动荡 战乱频繁 而且统治王朝 更替不断 王朝的更替非常的频繁 你们看看教材 就可以了解到 中古时期南亚次大陆的 这样一个特点 政治上是动荡不安的 前后出现了很多王朝 但是 具有自身鲜明特色的印度文化 印度文化并没有在这种混乱的 动荡的政治形式中被淹没 没有被淹没 而是继续保持了一定程度的繁荣 这都是在为今后大家读到 降落才的相关内容的时候 做一些整体性的提示 就是印度 我们需要注意它这个特点 一方面是政治动荡 一方面是它的文化 继续保持了一定程度的繁荣 以上说的是亚欧大陆的一个整体的情况 那么再往下说 美洲和非洲 我刚才说了 我们这里说的美洲 主要是说中南美洲 中南美洲 那么中南美洲的文明 就是我们通常讲的印第安文明 印第安文明 是世界中古史的一个组成部分 中古史内容的一个组成部分 它是由三只印第安人 这个大家知道吗 有印象吗 生活在中美洲的玛雅人 阿兹特克人 和生活在南美洲的印加人 所创造的 是世界中古史的一个组成部分 就作为世界中古史一部分内容的 印第安文明 它的地域范围是中南美洲 那么创造这次文明的 主要是这三只印第安人 主要是这三只印第安人 印第安人 在农业 天文 建筑等方面 有自己鲜明的测色 而且达到了相当的水平 这是我们在讲到地理大发现 或者叫新航路的开辟 这样一个事件的时候 那么对印第安文明的发展 大家应该有一点印象 当然我们会根据课时的安排 做一些调整 如果时间来得及 课上会讲一些 如果时间来不及 那么就要求同学们 读语读解有关的教材 补充一下这方面的知识 这是美洲 主要是中南美洲 那么非洲我也做了一个说明 这里的非洲 当然不是指北非了 北非我们前面已经讲了 是指南部非洲 也就是撒哈拉以南的非洲 这一部分 那么我们讲世界中古史的内容 也应该包括这个地域 包括这个地域 因为这里也出现了一批国家 有自己的文明 当然不是文明的蛮荒之地 有自己的文化 而且伊斯兰教 基督教 在不同程度上 已经影响到这些地区 当然从整体上讲 我们要从整体上说一个结论 整体上说 美洲 美洲 非洲的发展 在我们讲的中古时期 落后于亚欧大陆 这也是一种不平衡性的一种体现 好 以上 就是我们对中古时期 世界历史 一个基本状况的一个说明 我想这个说明 我们可以获得一个初步的 一个整体性的印象 我们一再强调 世界历史的发展是不平衡的 无论就整个世界的范围来讲 还是就比如说亚欧大陆内部的情况来讲 都是不平衡的 但是也包含着一些基本的共性 世界中古时期 历史的发展 也包含着一些基本的共性 以下我们就来简单的看一看 在我们讲的这样一个历史时期 世界各个地区 各个民族 它发展的一些基本的共性 在什么地方 就生产力方面来说 虽然有简单的机械 但是手工工具 手工劳动 小生产 仍然是各个地区文明的基本共性 就是我们从充满不平衡性 不平衡性 从这样的现象当中来找它的共性的话 我想我们如果看生产力 就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基本的共性 手工工具 手工工具 手工劳动 和小生产 是一个基本的共性 就经济形态方面来说 以农为本 自然经济 居主导地位 这又是一个基本的共性 我们讲中古世界 我们即将要了解到的 这个中古世界 在整体上 仍然可以说 是一个以农为本的世界 以农为本的世界 农本经济 或者说农业 仍然是这个时期 最重要 最基本的物质基础 我想看到这一点 当然不是什么难事 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 但我们要注意 一定要留有余地 要留有余地 我们指出这一点 以农为本这一点 并不否认 在某些地区 在他的经济成分中 其他经济成分 占有重要的比重 只是主次之分的问题 不是互相排斥的问题 你比如说在中世纪的西欧 也包括在阿拉伯 这个畜牧成分 畜牧经济的成分 就占有重要比重 在这些地区 畜牧 在整个经济中 所占的比重 明显大于畜牧 在中国古代社会经济中 所占的比重 再比如 在另外一些地区 工商业 长期保持繁荣 如果要举这样的例子 大家能够想到什么地方 开动脑筋 快点想 能够想到什么地方 是不是应该想到 中世纪的意大利 有这个印象吗 中世纪意大利的某些城市 在那样一个以农为本的时代 自身的工商业 长期保持繁荣 但是我刚才讲了 我们后边所提到的 畜牧经济的重要性也罢 或者是某些城市 工商业的重要性也罢 这个跟以农为本 是主次的关系 不是排斥的关系 这一点我们大家要注意 就是从整体上讲 以农为本 是一个基本面貌 这一点还是说得通 用来描述中古世界 还是成立的 但是这一点不应该妨碍 就具体到某一个地区来讲 某一个时期来讲 你要考虑到 非农经济的重要性 我们知道农本经济 我们学理论的时候 会接触到这样的说法 农本经济是一种 为谋生而非谋利的经济 是为直接消费 而非交换的经济 我们学习经济学方面的 一些理论的时候 会接触到这样一些说法 所以农本经济 一个最基本的特点 就是自给自足 但说到这个地方 我们又要给自己留有余地了 这种自给自足 我们可以作为农本经济的 一个基本特点来对待 但是 应该说历史上 恐怕 并不真正存在 完全意义上的 自给自足的社会 从历史上找出这样一个社会 这个社会没有交换 没有商业 找出这样一个社会 恐怕是很难的 即便是 在我们通过教材了解到的 商业发生了严重衰退 整个一个社会 一下子退回到了一个相当原始的状态 从那样一个社会里边 恐怕 我们也很难找出 完整意义上的 自给自足 这样的状态 好 先休息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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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